一批人龍隊伍看不到鏡頭 路旁全是人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民眾不是為了搶限量商品 而是五月中關門的麥當勞改名 再出發 食物和政治都沒有在一起 來吧 別人 保持不同的東西 基本上 莫斯科民眾不是為了搶限量商品 再出發的麥當勞換了個老闆 換了個名字 也換了個Logo 但門面全換的內容物還是一樣的嗎 從記者試吃的內容來看 恐怕是大同小異 就連點餐機都和原版相似度極高 如果不仔細辨別 還會以為是從哪來的山寨品牌 打從1990年 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代表 進軍俄羅斯的麥當勞 全社時期有850間分店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麥當勞直批俄羅斯 造成人道危機和無法預料的經營環境 依然退出 如今俄國本土商人接受 換湯不換藥 民眾應該還是蠻開心的 我覺得人們當時都習慣了 但也會用古代的名字 更加記憶 三日新聞 祝福報報道